赢下法国禁忌四强 令大伙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与球场上的内敛不同 场下的千石是个很骚的人 短短吃饭的功夫 他还不忘搭讪澳洲小妹 真田很无语 你的脑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吗 但很快 真田的注意力就被牛排吸引了 就在他准备大块朵移之际 肩膀被人轻轻敲了敲 师父 明天在与德国队一战时 要好好展示一下武士的灵魂啊 说话的是个可爱帅气的小伙子 没错 他正是多龙 而另一边 美国队跟瑞士队的比赛愈发激烈 整场对决 齐柯都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统治力 现在这一球将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谁料网球擦中球网 反而形成了强烈的高速旋转 最后越过亨利落在了后场 随着这一球结束 齐柯也以两个6比4赢得了比赛 观赛席上 龙马高速大伙 变化自如的怪人齐柯 你们会发现 所有跟他比赛的人 都是以6比4这个比分输给他的 如此恐怖的掌控力 意味着齐柯并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此时亨利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刚才那个幸运球 也幸运的太过离谱了吧 就在这时 齐柯突然伸手弹了一下他的脑门 下一秒 有什么东西从面前落了下来 要不是齐柯突然来着一下子 绝对会砸到亨利 低头一看 是一坨鸟屎 齐柯微微一笑 深藏龚马 引走前 他告诉小伙子 幸运也是靠实力才能抓住的 瑞士队两副一胜 接下来的单打比赛 决定着他们是否会被淘汰 老教练派出了有着 瑞士网球界质保支撑的皮特 登场时 少年无比自信地表示 想不到那个亨利 竟然也会输 就让我来为他一学前耻吧 接下来的比赛中 皮特掌控全场 完全支配了比赛节奏 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打着打着 皮特突然感觉身体很不对劲 痉鸾与旧伤居然同时发作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都是看似平平无奇的对手造成的 他就是有着网球医生称号的 阿兰霍普金斯 场下 龙马耐心地介绍着美国队员 阿兰能够在对手毫无差距的情况下 利用任何选手的旧伤 习惯和弱点加以驱使 并夺取目标行动的自由 就像一点点进行外科手术一样 这场比赛已经毫无悬念 众人表示 瑞士队为了获胜 找来职业选手阿玛迪斯 可胜负在他登场之前就已分晓 赛场中 皮特就连站都站不稳了 再不快点齐全 怕是职业生涯不保 但他居然还在坚持 无论如何 都要为阿玛迪斯 争取到登场的机会 就连队友都劝他算了吧 但少年仍义无反顾的坚持比赛 老教练轻轻一探 准备失意裁判继权 忽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稳超胜券的阿兰 竟然率先一步放弃比赛 随即 他给了身后莱茵哈特 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赛场所有人都懵了 为何处于大优势的美国要弃权呢 明明不需要跟阿玛迪斯交战 就能获得本场的胜利啊 早听到阿玛迪斯的名字 龙马恍然大悟 这就是所谓压倒性的胜利吗 没错 对于美国队全体队员来说 如果不打倒阿玛迪斯 即便是赢了瑞士队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他们派出的选手 正是队长 兰因哈特